在前門鬧 你認是… 我不用擔心你 怎麼樣? 怎麼樣? 你不是廉事鬧嗎? 在後門又鬧 你垃圾等在這裡有犯法 我是你的 左輪右利一鬧鬧鬧 還波及到樓下的商戶 這麼大售口 原來是後樓梯的一堆垃圾 Daisy在2022年尾 租了波斯富家一個堂樓單位 開設美容美甲店 不過當她準備裝修時 發現單位的後樓梯 竟然堆滿垃圾, 醜氣昏天 一般來說, 這類三毛的大廈 住客需要自行把垃圾 拿到附近的垃圾桶 或者垃圾站到棄置 後樓梯弄成這樣 肯定有人想節省腳骨力 她唯有請人 撿清後樓梯的垃圾和雜物 以為可以一直永遠 想不到兩天後, 垃圾桶重現 而且還是越來越大堆 初初是等得少一點 她每天都扔你 到現在十幾天, 到這種情況 13日看到垃圾後 我就去樓上找 看到樓上有個女生出來時 我就問她 我說, 你是否在樓上 她說, 是 我說, 後樓梯應該有這麼多垃圾 我都清光了 她說, 是, 對面那裡扔的 有個閉路電視, 她每天拿著垃圾 在那裡扔下來 看回閉路電視所拍到的片段 可以看到懷疑掉垃圾的元兇 就是住在樓上對面的M小姐 她每晚下班之前 大約凌晨1點至3點左右 都會把一代代的垃圾 掉在後樓梯那裡 慢慢如是, 風雨不改 有正有據, 沒得抵賴 樓上那個也要找她 問她為何要扔垃圾下來 對, 她自己不承認 她說, 我有拍片給你看到 你等著她, 她說, 不是 住在Daisy樓上的是小雲 和懷疑掉垃圾的M小姐 同樣都是做按摩 一年之前入住之後 就開始受到M小姐的騷擾 她問 經常在這裡扔垃圾 然後那個地下會倒一些蜜糖 那些剩菜、剩飯 我當初以為是誰在後樓梯這樣 不小心倒破東西了 然後我請你了幾次 過了兩天都又有 感覺都是特意的 然後有一次我看到她 就是這樣子倒了 但是我沒有證據 然後她不認 然後我跟她說, 你要清理乾淨 我說這些垃圾這麼多 都是會發臭的, 夏天 然後她一直都不理了 之前會清理 後來清理都沒用了 因為很多螞蟻 那些蟑螂爬過來 她可能就覺得 大家都是很行做這個按摩 這些就威脅到她 她沒有辦法 直至到Daisy在樓下開美容美甲店 M小姐的針對目標 就自動轉移到樓下了 太多了, 我清理不雅 它越冷越多 然後又把這個垃圾 全部不知道為什麼 她又把它推到樓下去了 就之前那間垃圾 是用在你門口的 對, 全部在我的門口 在這裡有樓梯嗎 對, 樓梯門口這裡 然後她現在把它推下去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小雲曾經因為後樓梯堆積垃圾的事 跟M小姐當面對質 不過換來的 竟然是一個激烈的回應 你垃圾在這裡犯法嗎 我說是你的 是我的, 你這樣好 證明一下是我的 你有菌 我已經引到你在這裡等垃圾了 你知道嗎 我引到你在這裡等垃圾了 你前頭門 你不要靠一點 我都在這裡上層下樓 我告訴你 不失臊座庇 她說你自己拿來摔倒 我放棄說是你 你不要拿來摔倒 垃圾等於這個位置 你真是一些… 我不會放棄 另外, 小雲還投訴M小姐 三大罪狀 罪狀一 經常在前後樓梯燒衣紙 火還未關就關門走人 你說燒著其他雜物 怎麼辦 罪狀二 在她後門門口掛著三條紅底褲 一整年都不拿走 最重心 經常有紋身汗 在她門口對她指罵客 把她的客人逃走 還有… 門口地毯竟然藏了一把剪刀 對著小雲的門口 古怪行為, 沉出不共 Daisy和小雲都說 有些怕了她 樓上怕的秘路 她每天上班走到門口 在那裡自然自然在那裡爆粗 她下班的時候 她出來門口又在那裡爆粗 我覺得她… 不知道是不是神經有問題 所以我沒有跟她接觸 因為她一天到晚 都是在那裡後出罵人 樓上的住戶都會… 說要她小聲一點 吵到人家睡覺 有時候晚上她都會這樣罵人 針對M小姐在後樓梯堆積垃圾 這件事, 我們會怎樣做呢? 不用說了, 當然直接問問她 你… 你好 還有我樓下拍, 你拍什麼? 因為我們收到, 也有個投訴 我們經常扔垃圾在後樓梯 為什麼要這樣做? 垃圾是對面扔的 但是很多CCTV都會拍到是你扔的 為什麼你要扔垃圾在後樓梯呢? 你不是要叫警察長嗎? 你覺得是這樣是否沒問題 因為你經常這樣扔 阻礙走貨的通道很危險 你會否考慮自己扔垃圾走? 我們看到垃圾 堆滿了十多袋在後樓梯 環境衛生也挺惡劣 你會否考慮扔垃圾? 你好 M小姐似乎否認掉垃圾 不過後樓梯的衛生問題 始終是一個計時炸彈 Daisy曾經向出租單位的物業管理公司 消防署、警方和食環署作出投訴 但是沒有部門肯受理 難道真的沒有她的苦嗎? 如果嚴重的話, 你可以報食環署 食環署就可以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力 因為香港有一條叫 公眾衛生及市政條例 這條條例其實是賦予食環署 如果認為任何地方 包括公眾地方也好 私人地方也好 去到危害健康的程度 當然, 如果這個程度 去到這個階段 食環署就會採取行動 首先向這個涉事的單位 會發一個叫防擾事故通知 你指定要在未來的28日之內 或是相關日子之內 你一定要糾正這個防擾事故 其中包括 如果你扔開垃圾的 就不要再扔垃圾了 如果有些垃圾積聚在這裡 你就要清除了 如果你妄顧這個通知 有罪的 最高刑罰就是一萬元 以及每一天罰兩百元